你这个不是投机到吧 当然不是 你对现在的形势了解吗 对现在的政策研究过吗 什么钱好赚 什么钱不可以赚 赚了要吃官司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 加快了中国股份制改革的步伐 举世瞩目 股票成为最新的热点 同样是以100点为起点 美国到琼斯指数到今天 才不过3300点 刚满一岁的上证指数 已经接近1000点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抓住了机会 就有可能改变人生 有人乘风而起 有人半日归零 正值青春年华的阿宝 他像每个上海人一样 每天在这滚滚红尘里 钻门路 称世面 阿宝雄心万丈 却不知道这不是梦 而是醒不过来的现实 早在1987年 耶书刚从提兰桥监狱放出来 阿宝就亲自登门来找耶书 请教做外贸生意的门道 耶书是生意厂上的老法师 他是阿宝人生中第一个贵人 耶书让阿宝去和平饭店 租一天的英国套房 阿宝花了80美金 外加两包烟才租到 这曾经是耶书的长包房 耶书给他一天时间去借6000块钱 于是阿宝来找好朋友桃桃借钱 桃桃不顾家人反对 把自己准备结婚的钱都给了阿宝 阿宝抱住钱盒子 一路小跑赶回和平饭店 耶书给他推荐一只股票 让他两个星期以后全部抛掉 起料一个星期以后 电真空音韦增发新股 导致股价暴跌 阿宝亏了3000块 他来找耶书理论 耶书一再强调炒股 要先学会书 让他用一周时间再去凑够一万块 全部购进电真空这只股票 阿宝按照耶书的要求做了 从黄牛邮票李手里 买了电真空股票 十天以后 电真空股票被收购 股价涨了五倍 阿宝拿住赚来的钱等耶书 耶书一直到12点才露面 他觉得阿宝很靠谱 便答应继续和他合作